熊平安来上课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副总工程师宇文玉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交通小尝试 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特别是在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车速这么快 要怎么样维持一个适当的行车安全距离 首先可能大家会问说 为什么会有行车安全距离的存在呢 在开车的时候为了避免刹车不急 而跟前面的车子发生碰撞 所以要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缓冲空间 安全的跟车距离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当前面的车子因为突发状况 紧急刹车的时候 让后面的车子能够有一个充足的时间来做反应 来避免发生碰撞的一个交通事故 安全的跟车距离是多少呢 让我来告诉大家 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你开的是小车 你的安全距离呢 就是你开的时速去除以2 也就是打对折的意思 譬如说你现在开的时速是80 那你的跟车距离就是除以2就是40 今天如果你开的是大车 那你的安全距离就要用你开的时速去减20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 那为什么大车跟小车要保持的安全车距会不一样呢 是因为大小车呢 大家的刹车能力是不同的 那且在重力加速度的一个作用之下 大车需要比较长的距离来避免发生碰撞的一个交通事故 一干寂寞的高速小飞力来找我了 高速小飞力呢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我们高速公路的一个吉祥物 我跟高速小飞力 我们一起呼吁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都能给彼此一个安全的距离 我害羞别问我 到底这个行车安全距离要怎么算呀 大车跟小车的算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会不会很复杂呢 等一下呢 我就帮大家来做大解密 在这边呢 我提供各位良测行车安全距离的小Pepo 第一个Pepo呢 就是时间法或秒距法 其实呢 我用大白话说就好了 就是用时间差来计算 来熊平安熊平安你来一下 我想问你啊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去找一个参考点 我不知道 方法很简单哦 你在跟车前面有车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你的视线范围里面 去找一个路测的一个参考点 比如说像路标或者是像灯杆 都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点 找到那个参考点之后呢 你就看到前面那台车 经过那个参考点之后 你只要是小车 你就读秒 第一秒 第二秒 你就一百分了 你的安全距离就是OK了 那今天如果你开的是大车子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咯 你要多读一秒 第一秒 第二秒 第三秒 这样的话 你的安全距离才是足够的 在这边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叮咛一下 也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不见得每一天都是出太阳 天气很好 如果说在下雨天的时候 因为视线是比较不好的 还有你车子可能会经过下坡的时候呢 速度可能会变快 还有像一些大车哦 大车的驾驶朋友 他可能会在很重的中午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建议你的那个秒数呢 要延长一下 会对你的安全会比较好的 在这边呢 介绍第二个Pepple距离法 复习一下 刚刚第一个叫做时间法 那什么叫做距离法 就是空间法 所以也蛮好记得 第一个是时间 第二个就是空间 也就是说 你用空间的距离来做两侧 那这个也是一般民众 或者是大家在法规上 常常看到的一个 计算跟车距离的一个计算方式 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个 很有趣的记忆法 思思有三种 我们的距离法也有三种哦 第一个要介绍的距离法 就是用车道线来量测 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你的眼睛的余光 在前方你就会看到 车道跟车道中间 会有一个车道线 那车道线 线段长的部分是四公尺 空格是六公尺 也就是一组的车道线 相当于十公尺 举例来讲 大型车在上面开 如果他开的速度是六十的话 那他的安全距离要减二十 也就是四十公尺 那你要维持有四组的一个车道线 因为一组是十公尺 四组就相当于四十公尺 那如果你开的是小车的话 你的速度一样是六十的话 你要维持的安全距离是三十公尺 也就是三组的一个车道线 第二个距离法其实也蛮简单的 像在高速公路上啦 我们会针对某一些特殊的路段 我们会划设一个很特别的叫做 安全距离辨识标线 那这边可以看到距离的一个告示牌 有一个起点参考起点 要搭配一个距离辨识的一个标线 五十公尺 一百公尺都有搭配相当的一个距离辨识标线 大家看到那样的一个距离 就知道要怎么样维持安全的一个安全距离 第三个距离法呢 也不是那么的复杂 那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 你注意看地上或是路侧 它有些路段在地上呢 会有做一个这样一个倒V的一个气行线 那它的间距呢也是五十公尺 那同样也可以在你行车的时候 给你做一个参考距离 高级小菲利又来了 它在关键的时刻都会跟我来一起叮咛大家 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 大家可能都有在上面开车过到宜兰玩 你就会经过我们这么长12.9公里的雪山隧道 那雪山隧道的安全是我们大家非常重视的 所以呢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规定 那在正常情况之下小车呢你要保持50公尺以上的一个安全距离 那如果是大型车的话你就要乘以2哦 你要维持100公尺以上的一个安全距离 那如果因为塞车呢 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的话 速度已经降到20的情况下 或者是车子已经静止不动了 你仍然要保持20公尺的安全距离 雪山隧道里头也划设了很多很特殊的让大家辨识距离的设施哦 你开车的时候你注意看 我们的雪隧的右侧壁 我们有红色的一个消防酸箱 它的间距是50公尺 那刚刚提到的那个倒逼的气形线的话 我们在雪隧里头部分的路段也都有划设 那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都可以特别注意来维持自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全距离 刚刚介绍大家这么多的方法 大家心意头有没有感觉啊 我要让大家心意头有感觉一点 我现在呢加码分享我的亲密战友 也就是我们高速公路上的热血红斑马 他们所拍摄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影片 让大家看看 如果你没有维持良好的行车安全距离 你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第五套 哎呦哎呦 DAVID 大家看完以後是不是驚魂未定 來熊平安趕快過來 我們最後快下課囉 我們跟大家呼籲一下 是不是我們都能夠維持國道上的行車禮儀 我們開車的時候 大家都能維持國道的安全社交距離 那我們都是100分的用路人哦 想要知道更多的交通安全資訊 請上交通安全入口網